说起喝茶,广东潮汕人敢称第二,其他省都不敢称第一 曾经在2006年有一条新闻报道震惊了不少人 说是潮汕地区的汕头人一年下来光喝茶就喝掉了七个亿 咱们暂且不论这个数据是否属实 但是潮汕人对茶的喜爱绝非外省人可以比的 在潮汕家家户户都准备的有一套茶具 老老少少都会泡茶 有时更是一天到晚与茶打交道 外地人都是无酒不成夜 而他们是无茶不成桌 一人独乐,二人成去,三人在一起 估计就得从天明喝到天黑了 一般像四川人遇到熟人时 四川人就会说有空一起打麻将 潮汕人就会说有闲来食茶 意思就是有空一起来喝茶 北方人不管是什么日子都要吃饺子 而潮汕人是一吃三餐都要来杯茶 他们也称之为茶米 意思就是喝茶像平时吃米饭一样 宁可三日食物肉不可一日饮无茶 有不少潮汕的网友说 潮汕人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工作谈生意 甚至是谈女朋友都是以喝茶开始的 也有网友说 哪怕在工地搬砖 老板可以工钱少给的 只要茶管够就行 甚至有的潮汕人家里被大水煙了 第一件事想的不是家里房子会怎么样 而是没法喝茶了 因此便有网友之言 我们喝的是水 他们喝的是命 于是有不少网友就好奇 既然潮汕人这么爱喝茶 那么他们平时都爱喝什么茶呢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潮汕人最宠爱的三款茶 看看你都喝过哪几款 第一款凤凰丹丛 凤凰丹丛是乌龙茶中的代表 主要产地在广东潮州地区 其产量比较低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可能因此比较受当地人的欢迎 另外丹丛茶有着与众不同的香气 而且香型十分丰富 当地的潮汕人自古以来 喜欢用香气的类型来给丹丛茶取名 比如鸭死香 其次是银花香 蜜兰香 桂花香 芝兰香等多种香型 光是比较有名气的丹丛茶 就有十大香型在内 所以外地人在潮汕买茶 单单是名字就能绕晕很多人 第二款铁观音 铁观音也是平时潮汕人喜爱的一款茶 我们都知道铁观音是福建人种植出来的 但铁观音茶却是潮汕人喝出名气的 这就类似紫沙湖是疑性人创造的 但却是潮汕人用的最好一样 此外铁观音在潮汕的卖价也可以接受 本身潮汕的茶业市场也大 潮汕人和闽南自古就是一家 当地还有一种说法是 潮汕人即使不喝铁观音的话 也要有一半的铁观音拿来填装枕头 因为潮汕民间有茶叶填枕头环保一说 不过由于那是冲泡后的茶渣做的 所以不值什么钱 但是这也能体现出潮汕人生活中喜爱铁观音的一面 三穿红功夫 穿红功夫顾名思义是一款功夫茶 来自穿红功夫的故乡和发源地 四川省宜宾市军联县 穿红功夫茶呢 因其深藏环境和茶香的独特性成为世界红茶的味觉标志 与其红颠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 1990年以前啊 宜宾茶厂生产的四川功夫红茶呢 大量出口 它的干茶啊 调缩锦细绣长 金黄的牙豪显露 干茶的香气呢 是独特的化眉香气 用85度到90度的热水冲泡之后呢 汤色红艳明亮 有浓浓的菊糖香 香气呢 富于持久 不同于其他功夫红茶 它的第一号茶汤呢 甘甜顺滑 一点也不苦涩 更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 因此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一度呢 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代表 但是由于这几年啊 不注重宣传和包装 导致茶叶知名度呢 越来越低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 使得它的价格呢 非常划算 性价比非常高 并且呢 在春节期间啊 还有优惠 所以不管是自己喝 还是招待亲朋好友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你还知道朝鲜人 爱喝什么茶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补充哦